作词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 胡福骑车的并行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623集的节目 先不要转走来 有时候看一下老玩具也是不错的 那我今天给大家分享 这款是07年的时候 Voyage Quest的Megatrop 电镀配色版本 它的包装盒和一般的版本 也是不一样的 非常有诚意的一种 艰巨的展示还有收藏价值 又具有保护玩具功能的包装盒 它的正面的话 完全可以看到一头人物的形象 内部的话呢 人物可以有一个很完美的站立的pose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包装盒本身就可以讲很多 这是电影07年 也就是第一代的Megatrop的造型 翻到侧边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交通工具的形象 你来看一下这个是它更完整的一个图形 那其实最妙的呢 还是它的一个机器人的造型 你可以看到它的脸 其实跟电影里头最后出现的模样是不同的 据说这才是最开始 Megatrop在电影里头预计出现的面孔的形象 是不是感觉有点像震波 有点像Sharkaway的样子 那么这是一个电镀配色的版本 我前一阵子刚入手买的 那如果各位 最近的节目都有看的话呢 这款同样的这个模具呢 我09年底回台湾的时候呢 其实我已经在网络上买了一个 那我有把它自己上一些颜色 把它涂成了颜色 那很多年过去 前几天就大概上个月 我把它赠送给了一位大陆的 变形电光同号 那基于呢 我对这个模具呢 是已经全制霸的情况下 所以我又自己上网呢 去买了一个 也是人家收藏很好的二手品了 那我们就顺便展示一下 其他几个配色 其实这个模具在我的节目里头 已经出现过好几次 那为什么我老是喜欢收集 同模改色呢 因为如果说对这个模具有喜欢 那我们就会有模具多买 而且你只要会一支的变形 你就会全部的变形 你看这个理由听起来 是不是很充分啊 那我一个一个讲一下的故事好了 可能有些朋友就不知道 那我先把它一个一个拿出来好了 它一共有四个模 四个配色 这一款的话呢 我不知道我这个子弹 什么时候弄丢了啊 难道年纪大了就没子弹吗 不要有这种正确的观念好吗 年纪大了就这子弹是不是容易不见的 它是三人组合包里头 所配置的 这个应该是属于原生 真正的原生配色的 Megatrol的一个配色才对吧 它当时跟它组合的一个组合包呢 分别是蓝色版本 也就是G1配色的电影版的那个音波 而且是电影第二集的音波 所以这一款这个配色 其实应该是出现在第二集的玩具 还有另外三人包里头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堕落金刚 所以是Megatrol 堕落金刚跟声波一起出现 它等于是一个反派三人组的配色 所谓的火焰配色 或者叫黄金配色 这一款则是跟一个Jazz的同捆包 应该是电影第一集的时候出现的 那这一个玩具呢 对我来讲就很珍贵了 它是一个大陆的便利金刚同号 他到台湾旅游 他骑脚踏车环岛的时候呢 特别在他的行程上安排了 我当时开的首摇饮料店 他特别把这个玩具 亲自送到我当时的店里头 然后真的是让人很感动 因为先前我有提到说 Megatrol的四个配色呢 我只有缺这一款 那这位同号就把它放在心上了 就把它呢 经过了几年之后 真的是就骑着脚踏车啊 天哪 就送到了我的手上 太令我感动了啊 冰冻配色 那这款的话是我目前 算保存最好的一个 因为它的子弹还在 子弹还在 那这里按下去的话呢 这子弹是会发射出来的啊 那这个就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 这个 按一下 这个子弹还是很有发射力道的 很有发射力道的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 电度配色啊 我就把它从上面 直接的打开 那你从内部 这样它给取出来 盒子的话呢 暂时都放到后面啊 你看 这个 可以先把这个后面的翅膀反出来 哇 它的 这款是二手 但是它保存的非常的好 应该就是直接都放在盒子里头 没有做任何的 这个拿出来把玩 而这个Megatrol的话呢 它的这个爪子呢 我就有的那一肯版本的话 我是已经把它这个手给涂成了银色 当时我就是 发了这个玩具的照片 结果马上有 当时就是十多年前吧 网友就跟我说 这个手爪记得把它涂成银色啊 看起来会比较好看 所以当时我就很 很很很兴高采烈的就把它给 给涂成了一个 其他整个颜色都给它大大的一个 做了一个修改 那之后的话呢 就这几年来吧 我的玩具的收藏的话呢 就尽量倾向说 保持它原有的配色了啊 这个箱子还是拿开好了 这样看得比较清楚一些 那电影系的Megatrol都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缺点 因为它的身高普遍不高 都跟OP比起来的话呢 会处于一个劣势 而它的这个脚呢 这里是有个弹簧的 那在当年老肖的影片里头的话呢 是给这个弹簧的设计 是一个差评 它认为它会影响它的战力的一个稳定度 确实各位能够看得到了 它前方的这个弹力 而是蛮强的 它很容易就把人物往后面带上去 所以变成说呢 在战力的时候呢 我们还要稍微的往前面 施加一点力气啊 那再来的话呢 它两手合并之后 变成这个超超级巨炮的这个装置呢 在07年的玩具的时候呢 它就是一个飞机的一个头 这个状况是直接插的侧边的 那由于是电镀版的关系呢 它的这个光泽不错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个细节 整个玩具是比较优秀的 那它的面雕 头雕也是很好看 而这个的话呢 它的身上由于不是冰封了 应该说还是冰封了 但是这款不强调 那个蓝色的一个冰冷的属性 所以它就是保持一个纯白色的一个状态 出油的状况 这款真的是保存的很好 几乎目前是摸起来是很舒服的 并没有出油的一个倾向 那这个玩具的背后呢 这里是有个机关的 其实的话呢 我先讲一下 它的标准的变形 这个凸要扣进这个凹 要整个要卡进去 但是卡进去之后 它腰身等于就不能动 但是也无所谓 然后这里有个拉环 拉下去之后 它的翅膀是会动的 这个到底是 对不对 就是当年老教的影片说 这个叫做我是小天使吧 这个好吧 有一点萌萌的感觉 对不对 那它在可动的话呢 头部是球关 手部的话呢 你看当年的Voyage Christ 这个手臂的转动 都是有这个齿轮的关节 这个感觉就非常的好 平举的话呢 我举这个好了 这里 侧边举起来也都有齿轮关节 它的二头肌的话呢 是可以拔掉 这个手是可以直接拔下来的 然后这个手的是一个爪形 这里我就不得不提 我是觉得电影系的前三集的Megatron 我一直想说 为什么它能够第一集的时候 能够痛扁 能够痛扁Atomus Prime 为什么呢 我一直觉得这种爪子 根本就打人是没有力气的 而且很细小 你是到底怎么样 能够揍人揍的痛呢 然后脚 前后踢 然后侧踢 侧踢 侧踢 侧踢好像踢不太出去 造型有限制比较多 然后膝盖 声音都很清脆 我就觉得好像有什么 什么小粉碎片掉下来 一样的感觉 这是07年的玩具 真的是各种充满良心的感觉 那我们就给各位示范一下 怎么样变形成 一个赛波坦的一个外星载具 首先后面就这样挑上来 再来的话呢 如果你要帅气一点的话 可以先把手的这个锯炮的话呢 给翻到前方来 转到内侧来 然后呢 这个手啊 捏紧之后呢 把它给推进去 当然你也可以推这里了 你也可以先收紧之后呢 把它给往内推进来 然后它的 因为它这里有一个 有一个 算是联动吧 你这个 身体这个地方 你肚子你只要往后面 推过去的时候呢 其实它的这个两个手呢 会自动的去放下来 然后它身上会有一些 微妙的一个联动啊 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呢 继续的呢 把这个 两手往前放下来 它这个时候 两手会自动变成一个 下锤的状态 那我们再把这个 这个 飞机前端这个部分 透过手臂的这个地方 你把它推到正中间来 然后这里有 突跟奥的一个结合 把它 原本手上这个火炮的话呢 转到中间之后 扣进去胸口 那另外一只胳膊的话呢 上面还有一个 C型扣啊 货真价持的C型扣 推过来这边 然后呢 这里 把它给扣上去啊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扣的时候 就尽量吧 尽量尽量 做个样子也就行了 因为的话呢 这个玩具已经有点久 它的关节 玩起来都非常非常的紧 好 然后两手的话呢 这个地方 它联动好像有点点 没有那么样的一个精准 那我稍微把它调整一下 那么 脚的话呢 很简单 脚只需要呢 把它给转正 然后呢 后面这个突跟奥 把它给扣上去就可以了 货真价实的 1%变形 当年的话呢 07年的Voyage Cryst的OP呢 其实做的还不错 大家接受度比较高 但是对于Megatrol的话呢 大家可以说是 骂声连连 那么最后的话呢 我们先展示一下 正常啦 其实我们看到 电影里有它的翅膀的分配 应该是这样子 其实这个我们都应该知道 这个才是它正确的一个变版 但是呢 玩具的盒子 却硬式地把它给 翻到侧边来 然后整个的 给 这个 那你说这个造型帅不帅 其实我觉得也是很霸气 而且甚至我觉得 我可能 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的空间啦 其实我的玩具 大部分都被用机器人去收藏 如果我有足够大的空间的话 我反而会愿意 以这个形态来做一个 它的一个交通工具的一个摆放方式 因为SS 已经我推出过它的一个模具 那一款的还原度是更高的 那我不如就把这个 旧的模具 我们就给这个形象呢 来做一个展示 然后它这个地方往后面推 哎呀 这里一样有一个 这个 究竟是 迷一样的一个 联动 但是有比没有好 而这款玩具最 细节吧 我觉得这款电镀版最棒的 就是它后面这些烟熏的一个部分 看上去金属的质感 非常的好 那这里也是它 这个载具背后的这个垂直尾翼 非常厚的一个垂直尾翼 Anyway 就对我来说 这款就是纪念意义呢 非常高的玩具 是我 很早很早就拥有的 一匹TF的搜藏 那由于 呃 赠送了给一位朋友的关系 所以我自己买了一个 就是保存很好的二手品回来 作为一个纪念 维持住呢 我这四个玩具呢 都拥有的一个 一个阵型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记得到那边 非常记得给我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